2023版哥斯达里加移民主要方法 大家好,我是自由翱翔的白头鹰 主要关注移民方面的事情 包括移民政策、为什么移民、如何移民、移民哪里及国外的好景好物分享 希望对国外以发展世界感兴趣并且真心实意移民的小伙伴 搜索并关注我、及时收看有用的移民信息及国外美丽的风土人情 谢谢 今天要介绍的是关于哥斯达里加的基本情况和移民方法 全称哥斯达里加共和国 截至2023年10月,总人口不到530万人 人均GDP为超过2.2万美元,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 在2023年,全世界总共198个国家不包含地区里 哥斯达里加护照在142个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费数量排在世界第22位 其中免签89国,落地签48国,电子旅行证五国 哥斯达里加移民主要方法 一、投资者 哥斯达里加对有一项移民该国 并且在该国投资的外国公民签发 Invirginist类别下的临时居住签证 所要求的投资金额为20万美元 可在银行受信业务、房产、股票、证券或人工造林 需要投资10万美元中投资 配偶25周岁以下的子女或残疾子女可能可包含在申请中 该临时居住签证的有效期为2年 可以续期 前提是您仍保留该投资 续期时 必须证明您每年在该国居住至少6个月 连续性或非连续性都可 Invirginist 签证持有人可创立公司或从投资中获得收入 但不可受雇于其他机构 一旦您持有任何类别的临时居住证 在哥斯达黎加合法居住了3年以上 那么您将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住证 永久居住证将允许您在哥斯达黎加机构工作 并且每年至少有一次在哥斯达黎加停留72小时 永久居住证只针对个人 因此不包含受养人 永久居住证必须每5年进行更新 与哥斯达黎加公民有一级关系的外国公民 比如配偶或子女为哥斯达黎加公民 那么该外国公民也可以申请永久居住签证 即使其不符合以上所述的居住要求 外国公民持有临时或永久居住证 在哥斯达黎加合法生活7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入籍 入籍之后您将得到哥斯达黎加护照 哥斯达黎加实际上认可双重国籍 因此入籍之后通常无需放弃之前的国籍 要成为哥斯达黎加公民 您将需要掌握西班牙语的听说读写技能 通过哥斯达黎加历史和价值观的测试 并且有两名证人可以证明您的行为和生活 要求 要在有关国家利益的业务或项目中投资 需要 A所进行投资的详细描述 生产型项目或有关国家利益的项目 B市政当局的许可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C保险公司开具的证明书 指明该公司符合风险政策的支付或支付原件 或经认证的复印件证明 D公司合法地位证明文件 E经认证的公司章程副本或原件 及其经公职人员核实的副本 F由授权会计师出具的证明文件 证明申请人个人有投资能力 G在Direction General Distributations Director进行注册 2以购买不动产的方式进行投资 需要 A您所拥有的房产投资或动产投资的详细描述 B资产登记处开具的证明文件 证明您所拥有的动产或不动产已进行登记 C登记证明和向Direction General Distributations Director 及相应的市政当局交税的纳税证明 用于证明资产的真实价值 3针对购买股票或证券的投资 需要 A公证人员提供的股票投资 或证券投资的详细说明 B经认证的公司章程副本 C根据最后一阶段正式审核的财务报表 由授权会计师开具收入证明 证明申请人具备经济偿还能力 D如果是来自境外的投资 那么需要进行合法化或注明 E公司合法地位的证明 或者公司的发行日期 距离投资者临时居住签证的申请 不超过一个月 F登记证明和Direction General Distributations Director的纳税证明 4针对人工造林的投资 需要 A授权会计师开具的证明文件 证明申请人已进行10万美元的初次投资 B经认证的投资管理计划批准副本 关于人工造林的建立 管理和使用活动 该管理计划必须至少为期三年 C经认证的森林管理人合同副本 B经认证的市政许可证副本 所需文件 要费用支付收据 2两张护照尺寸照片 3指纹彩及记录证明 4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5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6领事登记证明 7出生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8结婚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2有自立能力者 哥斯达黎加对希望移民到该国 并且能在两年中每月从某个有保障的来源中 获得至少2500美元的定期收入的外国公民签发 Rantista类别下的临时居住签证 通常要满足该项要求 申请人可在某个当地银行存款6万美元 并且获得一封承诺书 承诺每月将有至少2500美元可用 该数额包含受养人、配偶 25周岁以下的子女或残疾、子女 如果有除此之外的受养人 那么可能需要更高的数额 该临时居住签证的有效期为两年 可以续期 前提是您仍符合要求 比如再次进行存款或提供收入来源 续期时 必须证明收入已经转移到哥斯达黎加 并且您每年在该国居住至少4个月 连续性或非连续性都可 Rentista签证持有人可创立公司或独立工作 但不可受雇于其他机构 一旦您持有任何类别的临时居住证 在哥斯达黎加合法居住了3年以上 那么您将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住证 永久居住证将允许您在哥斯达黎加机构工作 并且每年至少有一次 在哥斯达黎加停留72小时 永久居住证只针对个人 因此不包含受养人 永久居住证必须每5年进行更新 与哥斯达黎加公民有一级关系的外国公民 比如配偶或子女为哥斯达黎加公民 那么该外国公民也可以申请永久居住签证 即使其不符合以上所述的居住要求 外国公民持有临时或永久居住证 在哥斯达黎加合法生活7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入籍 入籍之后您将得到哥斯达黎加护照 哥斯达黎加实际上认可双重国籍 因此入籍之后通常无需放弃之前的国籍 要成为哥斯达黎加公民 您将需要掌握西班牙语的听说读写技能 通过哥斯达黎加历史和价值观的测试 并且有两名证人可以证明您的行为和生活 要求 要出示由主管当局或机构开具的文件 证明在不少于两年的时间内 您每月将会有不少于2500美元的稳定和永久收入 以上可通过由主管当局开具的证明文件 进行何时来完成 如果您的收入来自境外 那么这些需要由相应当局进行合法化和认证或著名 二 您将需要向Local Costersens de Seguro SOCIALCCSS社会保障基金捐款 获得Seguro Voluntario自愿性保险 费用将根据所得收入而定 但大约为所规定月收入的9%到10 所需文件 要费用支付收据 二 两张护照尺寸照片 三 指纹彩及记录证明 四 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五 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六 领事登记证明 七 出生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八 结婚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三 退休者 哥斯达黎加向有一项移民到该国 并且有终身养老金 比如有社会保障、年金、退休基金、军队养老金 或其他有保障的退休收益的外国公民签发 Panchonado类别下的临时居住签证 证明永久月收入为1000美元 无最低年龄要求 同时还可能包含配偶 25周岁以下的子女或残疾子女 若有除此之外的受养人 可能需要提高收入数额要求 该临时居住签证的有效期为两年 可以续期 前提是您仍符合要求 续期时 必须证明收入已经转移到哥斯达里加 并且您每年在该国居住至少4个月 连续性或非连续性都可 Panchonado签证持有人可创立公司或独立工作 但不可受雇于其他机构 一旦您持有任何类别的临时居住证 在哥斯达里加合法居住了3年以上 那么您将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住证 永久居住证将允许您在哥斯达里加机构工作 并且每年至少有一次在哥斯达里加停留72小时 永久居住证只针对个人 因此不包含受养人 永久居住证必须每5年进行更新 与哥斯达里加公民有一级关系的外国公民 比如配偶或子女为哥斯达里加公民 那么该外国公民也可以申请永久居住签证 即使其不符合以上所述的居住要求 外国公民持有临时或永久居住证 在哥斯达里加合法生活7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入籍 入籍之后您将得到哥斯达里加护照 哥斯达里加实际上认可双重国籍 因此入籍之后通常无需放弃之前的国籍 要成为哥斯达里加公民 您将需要掌握西班牙语的听说读写技能 通过哥斯达里加历史和价值观的测试 并且有两名证人可以证明您的行为和生活 要求 要出示由主管当局开具的文件 证明您每月有至少1000美元的终身养老金 如果证明是在国外开具的 那么需要进行合法化和认证或著名 二您将需要向Local Costersens de Seguro SOCIALCCSS社会保障基金捐款 获得Seguro Voluntario自愿性保险 费用将根据所得收入而定 但大约为所规定月收入的9%到10 所需文件 要费用支付收据 二两张护照尺寸照片 三指纹彩及记录证明 四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五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六领事登记证明 七出生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八结婚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四申请人国籍要求 A受限制国籍 无官方受限制国籍 B双重国籍 该国承认双重国籍 您无需放弃之前的国籍来获得该国国籍 五税收仅供参考 个人如果在哥斯达里加境内 一年停留六个月以上 那么他就将被视为纳税居民 哥斯达里加根据领土原则征收所得税 这就意味着 纳税居民和非纳税居民 只根据其从哥斯达里加获得的收入 缴纳所得税 当地收入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5% 就业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为15% 股息收入需缴纳5%的最终预扣税 利息收入税率为15% 而从当地证券交易所获得的利息收入税率为8% 净租金收入按一般所得税税率纳税 资本收益无需纳税 只要该资本收益不是个人或实体的收入的一般来源 房产根据其价值 征收0.25%的房产税 如果是豪华房屋 则可能还需缴纳豪宅税 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 分别征收2.5%和1.5%的转让税 无净资产税和遗产税 哥斯达里加的销售税率为13% 至于企业税 当地实体根据其在哥斯达里加境内所得收入 缴纳30%的企业所得税 对于低收入公司 税率可能也会较低 从哥斯达里加境外所得收入无需纳税 最后没有最好的移民项目 只有最适合的移民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和项目 限于审查 字数及时间限制 无法在这里一一赘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取得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